看看刺激經濟措施能不能夠帶動大肆的氣氛和表現 上海公布了一系列的刺激經濟方案 6月1日起,即是很快,就是後日 全面有在復工、復產 涉及8個方面有50條政策 包括其中為企業提供減費推稅 以及加大重大產業項目的投資落地 另外亦會支持大型商貿企業和電商平台 發放消費優惠權和促進經濟等等 即是促進消費等等 好,看了一個大的題目 就是上海復工、復產 即是內地很多網站,今天都是頭條 好,香港上市的企業會不會有哪幾種受惠 例如留意的,是否應該炒上十 還是現在要撤擊消費 繼續炒上京東和阿里 假設你只說上海復產 你不需要想像上海的企業才能夠受惠 他們那些生產 因為問題不單是生產 當上海有很多企業生產 很多韓國業在供應鏈上 都會有一個改善 所以如果你說短線 就一定是想像之前供應鏈受影響 那些相關的股份 但這又是一個錯誤的位置 你要分清楚自己是短炒 還是中長線 因為短炒,當然現在 上海開始復產 我們衝憬供應鏈好 當然炒上去 但問題是6月1日復產 你沒理由5月30日才開始炒 所以那些相關供應鏈問題 例如汽車 或者手機相關的股份 上個星期已經開始偷步炒上來 你現在才去追 其實有一定的風險在 因為最怕的問題是復產 但其實供應鏈還是未改善 上海不是他們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能夠最受惠這個因素上 剛剛說的就是Tesla 即是之前的股價上有很多 但港股就不划算 但問題是剛剛說的炒Tesla 600多元炒上就是在反映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再進一步炒上 其實都一定有危險 所以我不太主張投資者 就是在說 特別你沒什麼idea的時候 嘗試將焦點放在復產身上 一個供應鏈的複雜程度 其實你問我們行家上面 都是股股下 我們看大行報告上 我們都覺得大行報告都是股股下 那是難玩的 就是要轉身轉得快 但是你如果說一些促進消費 那就容易玩一點 特別是電商平台 你看到其實過去幾個街 上面的電商平台 整體是有些報復式反彈的狀況 約了很久的阿里巴巴 京東 或者甚至說大家沒有留意的 好像寶磚那些 都是說出現一些 9991 即寶磚那些 都是出現一些很顯著的反彈 你如果短線炒的 當然寶磚那些升得多 有這麼高風險 因為我未必建議 那就嘗試搭個順風姐 阿里巴巴看看 有沒有機會升得多一成 好啊 好啊 有這麼大